位在花蓮火車站與花蓮市圖書館旁邊的中山公園 原本器材老舊而且人也稀少 經過縣政府向中央爭取改善工程進貝有兩千兩百萬元 改善搬修之後還設置了鞦韆、溜滑梯、平衡目等親子油氣設施 在12月12號正式啟用 吸引了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們前來體驗 3、2、1請啟用 放開你手上的氣球 貴賓的也要放開 貴賓的也要放開 大氣球也要放開 錦鄰花蓮火車站與花蓮市圖書館的中山公園 面積近兩公頃 是花蓮市精華地段之一 不過原有網球場、籃球場、涼亭、噴水池等設施老舊 花蓮縣府向中央爭取4175萬元 直線回藍回藍 花蓮市河海人文廊道建置計畫 花東鐵路門戶建設工程 利用2200萬元整修公園 12日啟用並舉行開幕 適應不少家長帶著小孩前來體驗 回藍帶回來的計畫 本來這個計畫會連結到我們火車站 然後帶到北濱那裡 但是因為火車站後來 因為火車站 大家說他有另外的計畫 所以我們在火車站前那個計畫 就沒有辦法執行 很可惜 但是後來這個 新政府和台鐵 我們又有一個合作的 就是整個火車站站前的 這個整個方案提升方案 所以我希望那一塊能補上 我們這個火車站前整個市容 因為這樣子會讓一個城市的 這個友善以及美感能夠優化 而且提升 我們無論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延伸到兩個 這個藍球場和網球場 那未來可能 未來這個部分都會移交給我們的 這個華連市公所 繁星的中山公園 增設盪鞦韆 大型溜滑梯 平衡木 攀爬神及遊戲土丘 未來也將增設周邊照明 監視器 綠地植災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排水 路面高低不平等問題 後續也將移交給華連市公所來管理 期盼打造中山公園 成為領影處親子友善 全靈市休憩及運動空間 成為華連觀光的新地標 記者蔣方言華連市報導